花莲唯一入选台湾工艺之家的石工艺师傅 钟荣华老师 九号举办了艺术工坊的街牌仪式 县长徐真卫特别到场祝贺 也期盼花莲的艺术文化能够绵延发展 看见艺术文化之美 让生命可以更美好 九号在钟荣华艺品艺术工坊 举行台湾工艺之家街牌仪式 现在徐真卫表示 每位艺术家在生活经验当中 累积是相当的重要 必须深刻体验 体会生命的力量 显现在艺术创作之上 感谢所有艺术家在艺术文化这条路上 相当的坚持 才能够有一件件感动人心的艺术作品 希望艺术文化延远发展 大家一起看见艺术文化之美 让生命更加美好 一个是成正比还是反比 生活以及创作 我想大家都是很艰辛的 所以人家说艺术家要享受孤独 艺术家要享受寂寞 艺术家要能够耐得住 辛苦的生活 所以在这里 真为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 能够这么的坚持 这么的坚定 让您的作品感动人心 而让很多受于感动的人 能够来收藏 能够来支持 真为也希望我们各大的企业家 以及我们爱好艺术的好朋友们 能够给予艺术家多多的支持 给他们实质的鼓励 我想这就是让他们继续创作下去 最大的鼓励 还有精神的支柱 花莲好山好水 尤其是在老天园 给予花莲非常非常多的自然文化遗产 而这些东西也成为 现在我们心灵中 非常非常想要去追求的 一个心灵的目标 去年109年 花莲推动的是五个镜 安静的镜 干净的镜 易镜的镜 用使镜 静道的镜 还有一个是花莲岸墙的镜 希望在外 我们所有的美好的事物 都能够保存干净 安静 易镜 花莲的山水 是这么美好 这么有意见 台湾工艺之家 石工艺老师 钟荣华表示 感谢所有归宾 力领 今天的街牌仪式 艺术文化 创作非常的不简单 每件作品 都是日积月累 创作而来的 期盼更多的乡亲 能够支持民间 以及所有的艺术家 让台湾精彩 多元文化的艺术成就 可以带带相传 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的美丽 台湾工艺之家 评选是卓越工艺之家的肯定 不仅授予荣耀 也是台湾工艺发展的中业机制 透过这样的工艺师 工作室参访 技术教学 让工艺产业与观光结合 工艺家也肩负了 在地艺术文化的传承推广 工艺中心与工艺家 共同扶植产业 推广工艺文化 让台湾工艺走入国际 记得终于 见下方的道